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庆 陈老师 水啦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有谁能够掌握像大师兄这么的一个精准 不论是大盘或是个股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就以今天的一个行情来说的话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找盘开高上来 那开高震荡 再度的一个压下来一点点 那很多人看到了个震荡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这个时候 你又开始在担心害怕 为什么你会担心害怕 因为你看到的之前 很多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领军股 不论是二极底的一个强骂台办 盆城 包括IPC制裁的一个赤援 甚至今天的一个这样 特化的一个永光中华 哇开高又怎么样 如果杀下来 第三代的一个半导体 电池的一个这样 电池的一个材料 IC的一个载板 你可以看到 之前这些的一个强势的领军股 纷纷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下杀的一个拉回来 你看到这些的一个拉回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在想 哇 找盘开高下的一个压下来 哇 今天的一个行情 你是不是又会开高走低了 你是不是又是这样子来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一路以来 大师兄怎么告诉大家的 从16,162点 低档节 177开始 大兄就告诉大家 我说人来了 留意惯性改变 多空即将摊牌 准备完大的 我有没有事先讲在前面 我告诉你说 季线将不会是压力 18034也不会是 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有拉回就有 低阶上车的一个机会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自己看 从11,600 16,162点 到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 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17,400多点了 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 已经涨了多少 1200多点了 哦 接下来行情 我还是告诉你 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你看连今天的一个 时日的一个季线 今天都翻阳向上啊 时日线向上 月线向上 季线也怎么样 也翻阳向上啊 啊 并且你可以看到啊 在这些这个强势的一个领军股啊 纷纷的一个做拉回的时候 我之前我老早 我就告诉过大家了 但是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啊 市场至今永远 自己会去找对的出路嘛 除了龙头股 时温 哦 你看台积电今天震荡收红嘛 哦 世界先进年电今天怎么样 大涨嘛 IC设计的一个概念股 今天持续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飙涨的一个上来啊 然后包括的一个 这些的一个钢铁股 跟货柜的一个航空类股啊 今天啊怎么样 立马接棒的一个大涨上来 所以这整个的一个让整个的一个类股 跟个股持续维持的一个良性轮动轮涨格局不变之下 那我问各位 你认为这个行情还会再跌吗 你认为一万八千零三十四点 会是这一波的一个高点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光光能够光光过啦 只要你愿意一切都还来得及啦 重点还是在怎么样 重点还是在个股 那么个股要怎么样来做操作 我想这一路以来啊 全市场啊 我敢说只有大师兄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我就告诉大家啊 对于一些啊之前啊 已经怎么样 已经涨高的 已经大涨一波的 这些的一个怎样 多头的一个领军股啊 短线上你要懂得见好就说啊 因为这些的一个股票 就算未来要再上涨啊 那么他也会怎么样 拉回先做一下这个整理 未来才有机会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波里面啊 为什么包括IPC制裁的一个资源啊 这一波大涨来到219 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你不要去追了嘛 我告诉大家他会有怎么样 会有拉回嘛 会有拉回的一个整理嘛 你看我是不是都事先讲在前面 当时候 在9月8号93块3 93块4我就告诉大家 长黑隔天就是怎样 就是买点嘛 然后甚至10月7号113 我带会员朋友买进 我都把这一档的一个股票送给大家 现在来到多少来到219嘛 啊都已经大涨一倍了 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去追吗 当然不要嘛 要买也是等待拉回换所整理过后 到时候到时候要买 大师兄自然会带你来买嘛 包括的一个3037的新星也是一样 你看这些都是大师兄 领先市场跟阿佐分享的股票 周六的一个讲座 你看我在上上礼拜六的讲座 我是把这档股票送给你 当时候还没有喷出大涨上来 还在低档的时候 我136我带会员朋友买进 10月19号 一波大涨来到多少 来到200.5块啊 我们高档啊 我们把加码当获利换口袋 我破单当我仍然是续报啊 你看两档的一个理系加差操作 超过多少超过52% 都有限期为证啊 都写得清清楚楚啊 我相信只要你是我们的一个 忠实的一个观众 跟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再来看到的一个强貌也是一样 你看最近这些强貌怎么跌的 我们卖的是不是非常漂亮 几乎都卖到的一个这样 相对的一个高点商 全数开心获利了结之后 你看短短这样五天的一个时间 跌掉多少 跌掉超过两成啊 我们两档的一个价差超过多少 累计价差超过33% 如果你看到涨你再去追高一来一回差多少 差五成呢 一百万就差五十万了 真的不要跟自己的合法开玩笑 包括的一个盆承也是一样 都是大兄里面市场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高档我加码当我开心获利换口袋 但是我破弹当我还没有卖哦 我破弹当因为我持股成本非常低嘛 哎202211 他怎么振 基本上你破弹当我闭着眼镜卖 我随便都是大赚 但是加码当你看 我沿路以来 我带会员朋友这样一路的一个做托以来 有些人可能持股成本比较高 两百三两百四 那你看我怎么做的 为什么我要把加码当 我在高档十月二号 我要把加码当 我给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里 都有讯息为证 那我可以告诉你这档股票 今天下沙急沙拉回好棒 我就是在等待这个机会嘛 你有急沙有拉回才有怎么样 才有地址上车的一个机会不是吗 电动车的一个体操 我就告诉大家 整个的一个大趋势 他不会改变了 但是他也不会每天涨嘛 大趋势产业趋势没有改变 他不会每天涨 但是涨多总是有拉回成你的时候嘛 那拉回成你到底 他要拉回到什么地方 我想你都不必猜 你跟着大兄的一个脚步就对了 甚至包括同心店也是一样 同心协力也是一样 你看我卖的多漂亮 几乎都是卖到最高点上 我敢拍胸骨这样讲 市长上有谁敢 每个人都只会在那边怎么样 哇事后出格模拟两可 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又会怎么样 每天都在那边便宜巡视 看到涨的时候就跟你讲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过 哇会怎么样 今天会涨 结果昨天他讲两套说话 当然涨跌他都准嘛 但是大师兄给你的都是肯定去 绝对没有模拟两可 这档股票我跟档获利了结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破蛋单 我还是续报 我破蛋单我还是续报 破蛋单219 你看现在还是收在多少 265啊 我破蛋单还是续报啊 我在等待什么 拉回的一个DJ的一个机会啊 一起炸裂第五涨啊 演讲会送给大家 你看这档股票 11月2号我全数开心 获利放口袋有水吗 有水吗 你看看六天这样拉回啊 将近拉回多少 拉回两成啊 包括半导体条件下的一个 一个顺德大涨上来 为什么我要把获利给他 开心放进口袋里 你看最近的一个顺德怎么跌的 顺德怎么跌的 包括的一个芥林也是一样 你看最近怎么跌的 这个一跌 一修正都是两成三成的 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啦 那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把这些的一个股票 获利了结之后 我们把资金转到什么地方 记家嘛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嘛 记家你看我10月29号 我10月29号 我带会员朋友 我把资金转到记家 转到记家超盘团队的一个股票 当时在多少 108 借零钱数获利好决 我转到记家 你看当时候在108 现在多少 135 电动车 IP IC 载板赚的钱 我们再来赚什么 我们再赚 赚记家 比特币啊 今天大家都跟你讲比特币 今天大涨上来要去追吗 当然不要嘛 你真正好了买点在什么时候 当时候大众就告诉大家 跌生就是最大的力度嘛 松脚足底啊 低档量争啊 法人大户心态边多 你来看 10月12号 送给大家的一档股票 有没有 我有沒有事先讲在前面 证据会说话 10月12号 一级杀利送给大家的股票 党党大涨除了广宇啊 没有大涨啦 这个我们要老实讲啦 广宇都还在怎么样 送给你的时候 有啦 涨一下 那又震荡了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送给大家10月12号 申达哥怎么样标的 技家怎么样涨的 强茂两趟也有多少 一趟上来也有四十几% 盆涨也有将近五成 我送你的股票不是 不是一大堆 不是四七党啊 就这么几档的一个股票 都讲在前面 你看我把一些的一个这样 涨多的股票 我获利了结之后 然后我再把资金 我再来赚技家 那当然技家今天大涨上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 我也教大家 你不要再催了嘛 因为像这样股票 一旦喷出大涨上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又随时 可以见好就收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最近又把资金 转到哪一个地方 我上礼拜告诉大家了嘛 细创 客家大戏登场 第二趟操作 242两趟累计已经多少 超过25% 第二趟操作242 讯息在这个地方写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 我看好它 很多人会说 哎哟老师啊 季线真的还在向下 季线会不会是压力 说真的啦 我们台湾投资朋友 真的技术分析一流啦 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有高达八成九成 都了解 如果说真的啦 你技术分析研究不对的特色 那干脆不要看 那看了只是 只是会造成你的一个困扰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你要知道 我今天我来到的一个季线 甚至说我来到的一个季线 季线下滑 我股价就会下跌 不见得哦 季线我们要尊重一下 没有错 但是来到的一个季线 我们尊重一下 顶多代表说 哎我胆线可能在这个地方 我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阻力 我要震荡一下 但是震荡一下 后面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啊 这些市场上没有专家来告诉你们 很多专家不懂 但是大西雄非常了解 你看哪 我上礼拜我告诉大家 你看 我说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哎前三季就已经赚超过35块了 那现在压在季线 这个不就是机会吗 哦你早一点跟上大西雄脚步 你看第一趟先大赚嘛 先帮你赚了价差11.5%嘛 拉回来242 哎再度DJ买回来嘛 啊再持续开心赚嘛 哦那现在压抑在季线 不就是好机会你看看嘛 我上礼拜我就告诉大家啊 我说当季线突破的时候 他会弹更快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股票 不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面板的一个双虎有打你看 突破季线之后 你看他怎么样的一个飙涨上来的 突破季线怎么飙涨上来的 光是这一波止跌七七弧线 然后从突破季线 然后再一路的一个飙涨的一个上来 哎这样一波短短的一个让 的一个时间里面啊 哎这样一波 哎大涨上来也有将近三成呢 这就是机会嘛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抢面板双虎 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我是要告诉你 有很多股票 他在低档 止跌七七弧线 增量酝量一波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飙涨的一个机会嘛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就是大胸要带大家来掌握的 面板的一个有达群壮 不都是如此吗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网通股的 字役也是一样啊 你看他突破季线之后 弹的更快 弹的更快 你看这样一弹弹的多少 弹的将近三十五% 再来元宇宙的位数 哇更凶 嘴角七七弧线 突破季线 你看他怎么样标涨上来的 一标标的快一倍 汉地拔中标涨上来 包括的一个这样 IC设计卫生也是一样 哇突破季线 我破地方 我突破季线 好多人都说 哇来到季线 这个是压力 我叫你股票赶快把它出掉 你出掉之后后面股票再噴上去 你就要对成功 你看这样股票怎么样标涨上来的 包括的一个元宇宙的红达店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股价我已经从马沉淀了那么久 我股价整理那么久 我突破了一个季线 我突破季线 才刚要开始 你这个时候你反而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 你看这样一标标了多少 一百多%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为什么在市场上没办法赚钱 你今天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盲点 你赶快来找大师兄 你赶快来找大师兄 所以像这一档的一个系统 你认为它会不会涨 像这一档的一个 天域同样驱动IC的天域也是一样 我们进行第二档的一个价差操作 那我问你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是不是最近都怎么样 都在低档 都操底了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放心 台北股票像这样低吸气高成长的股票 大师兄都会一档 带着大家一档来掌握 但是你要跟起大师兄的一个脚步 不要每一次大师兄 要开心获利换口袋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才要去追 那就不太好了 你看你脚帮怎么跌的 你看盆成 哇你去追高 哇最近就怎样 摔下来 那岛天下的一个顺德 一拳也都是一样 你看我 我几乎都卖在高点上 但是你去追高你就摔下来 甚至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长龙阳明也是一样 你看长龙啊 我相信全市场只有大兄 敢在11月28号 11月28号当时在什么地方 在低点上 10月28号市场上有谁敢告诉你说 航海网准备策动汇军北上 我敢说市场上没有人 很多那个专家都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因为那时候还没涨 告诉你什么 航运价爆价会下跌 哇大陆限电啊这样的一个股票 他会在下杀 都跟你讲很多的一个理由 在那边恐吓你 结果现在大涨上来 好多的一个专家 哇现在手上又有了 哇每天有怎么样 哦都有什么破断单 什么单 哇都来了 满嘴胡说怕到一大堆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怎么做的 你自己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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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息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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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可以看到啊 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怎么带会员朋友赚的 什么零成本 我早就零成本了啦 那不稀奇啦 我从34划1到233波段价差 超过5.8倍啦 然后呢7月14号到8月24号 6档累计价差早就怎么样 早就超过一倍了 啊这一波我都还没跟你算啦 价差都超过32%了 你可以看到啊 包括阳明也是一样 这一波的一个价差都超过多少 都超过的一个32%了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哦从今年二字头就已经跟他做分享 一波大涨上来 你看波段价差将近10倍 赚钱就是要这样子赚的啦 不是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冲来冲去 冲到后面就让他溜走了 不是很多专家都是这样吗 啊然后上来又要告诉你 我什么时候就告诉你什么 我什么时候又告诉你什么 说再多都是假的 只有真实的获利才是真的 哦你可以看到我长龙怎么做的 哦我长龙 哦当股会员我买阳明 但是长龙我几乎所有会员都有嘛 哦那当股我自己买阳明 哦那长龙我操盘团队 你看我短线操盘团队 我两趟价差操作最近嘛 为什么操盘团队 如果你喜欢做短线 你就跟着操盘团队嘛 哦第一趟93块8到117嘛 哦都有讯息 讯息在这个地方写的很清楚 第二趟110再买回来嘛 啊来到多少127嘛 而且你看我怎么 我怎么样操作的 我一买我就买三成买四成了 两趟累积的价差 两趟累积的价差 超过多少 一趟价差40.2块啦 超过四成啦 哦超过四成啦 10吨就落差 10吨就40几万了啦 趁这种高标来到 买100吨200吨都小价值啦 哦都小价值啦 那很简单的 像我一些特别会员那种买 都是50吨100吨的啦 哦如果说100吨就400万了啦 才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啦 啊但是我其他组会员 一般会员特别会员 你看我没有卖哦 我一张都还没有卖哦 我八天的一个时间 一趟价差30.2块哦 我价差都超过32% 我仍然是虚霸 啊你喜欢做短线的 你就跟着我操盘团队 啊你如果喜欢一波赚到宝乐 啊你就参加我一般或特别会员 就是这么的一个简单 哦我们的一个操作 就是这么简单 哦因为每个人的一个循性不同嘛 所以我为什么我会有 特别分操盘团队 哦包括的阳明我单股会员 你看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 大涨的一个上海价差都超过三成以上 30几% 哦都超过30几% 哦阳明也是一样哦 阳明也是一样啊 啊你看这一波的一个长龙 我盘中就告诉我会员朋友 哦那这波初步反弹 可望上看到什么地方 哦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阳明也是一样 初步反弹可望上看什么地方 找盘盘中震荡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哎季线啊 哎季线站上去会会怎么样 会弹更凶 你看一站上季线是不是弹很凶 尾盘吉拉 哦尾盘吉拉 哦所以呃 这一波的一个长龙或阳明 如果你属上有长龙或阳明 哦 或者是其他股票被套牢了 我知道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因为我最近 哦看到很多投资朋友的一个持股 有的长龙阳明哦 哦再两百多块哦 真的是大胸看到都要摇头 哦 大胸看到都要摇头哦 那如果说你长龙阳明啦 哦那你这一波 哦那你套在高点上 或是其他股票你套在高点上 哦那你怎样利用这一波 他有机会 哦做强谈 哦但是强谈 并不是说他每天都长牛啊 哇我抱着我不管他 哦就会回来 不是哦不是哦 绝对不是这样哦 哦你要知道 哎我谈到什么地方 我可能还会怎么样 我还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洗盘 哎你不要小看一个洗盘 有时候一个洗盘 两成二十八三十八这样洗下来 这也是相当恐怖啊 啊所以这一波的一个长龙阳明 或是你手上有其他套牢的股票 哦那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哦不晓得怎么样来处理 来找大胸就对了 哦你可以透过 9-end或TELOQ 直接视讯给大胸 哦还没加入的 来QR口赶快散开一下 哦9-end 哦那你可以如果把你的持股状况啊 但是姓名连络电话 你务必要写清楚 那你如果要掌握盘中即时的一个讯息 你就加入TELOQ 哦那9-end 你又把你的一个持股状态 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想要把过去所失去的 给加倍百倍奉还撞回来的投资朋友 那你可以在9-end 你直接视讯给大胸 哦把你持股状况跟姓名哦 你都把它写清楚哦 哦大师兄哦 会来祝你一辈之力哦 大师兄情欲相挺啦 因为大家大师兄看到大家哦 这么好赚的一个机会 啊你又做错股票哦 该卖又不得不懂得卖 该买你又把它卖在的一个低点上 那有点就先刮哦 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哦 哦我常说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哦 哦那么既赐远欣欣呢哦 盆成哦 森达科一档接着一档疯狂大转之后 那接下来到底还有哪些地区取高成长 啊十一月标五王 是王森达科第二哦 大师兄大家喘好哦 大家喘好啊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也欢迎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我常说啊 绩效才是最大的优惠 差一天真的是差很多哦 哦你可以看到过去哦大师兄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资源 怎么样的一个飙涨哦 包括的一个哦一级扎列的一个新星哦 你看哇大师兄跟大家所分享股票 你看都是从什么从第一档带会员朋友 锁定一波的一个这样哦 开心的一个大转上来包括森达科也是一样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像这样的一个股票都还有哦 那大师兄也会一档一档的帮大家 给他挑选出来哦 但是最重要是哦 你还没加入我们哦 标股新电丁 南安德国的一个投资朋友哦 赶快撒调一下哦 特别是盘中哦 你想要掌握盘中第一手的讯息哦 QR Code赶快撒调一下 只要成为大兄的一个好朋友大兄都会在群組里面哦 无事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哦 想要跟着大兄一起哦 超前部署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也欢迎各位哦 哦 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来哦 大兄手上有一些好股票哦 明天有好的机会我随时会准备带大家进场 啊你要想把握的投资朋友哦 哦 欢迎打电话进来哦 预约各股绝佳进场的好机会 0223 219933 0223 29933 我们明天同学生见哦拜拜 本公司以往就绩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卷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